泥沙颱风还有东北季风影响 在宜兰地区好与不断 台七县英式路段多处土石探方 道路是紧急的封闭 在南洋溪的沿岸也传出了灾情 汐水倒灌 道路变成了河流 位在一旁的吉賢村 则是因为防水闸门忘乐观 汐水是淹没了尊庄 水位目前达到了80公分 正在紧急的测坑当中 汤坊正在抢救 汤坨大雨直直落下 水流泥沙狂蟹 边部不断有土石滑落 整条路几乎都被占据 封入了管 只能下来不能上去 这里是宜兰大同乡 台七县的英式路段 因为连日的大雨 导致多处土石流 探方的情形 让当地居民相当不安 会不会担心 会啊 目前没有强制撤村 但有许多村民选择 前往亲戚家等其他地区避难 由于路况很差 下山的路也显向还生 在这个年度来讲 这一次是最大的雨量 上方的浓路也到处堵塞 然后要往底下走的道路 也滴滴可危 雨淡持续狂炸 蓝阳大桥吸水暴涨 现在已经拉起封锁线 原山乡七弦村 因为大牌的水闸门忘了关 导致蓝阳溪吸水倒灌 道路成为汪洋一片 成立了一个三级的 水灾的应变小组了 总共撤出了八个人 水位超过腰际 车子一半都泡在水里 七弦村用橡皮艇紧急撤离部分村民 淋沙台风外围环流 加上东北季风带来好雨 民众要做好防灾准备 记者一栏综合报导